澳大利亚航空公司周一表示 以同意支付7900万美元 与澳洲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达成和解 该委员会指控澳航在2021年5月至2022年7月期间 宣传并出售8000多个以取消航班的机票 预计将有近8.7万乘客可以获得澳航的赔偿 我愿意祝你赞订了这些世界纪录 昨日 法国面包师傅们通力合作 制作出了世界最长的法式长棍面包 总长度为140.53米 由此刷新了意大利保持5年的132.62米的最长法棍记录 除了长度 法棍面包的厚度 制作原料和方法 以及卫生条件等都必须符合要求才能赢得挑战 最终这个巨型法棍被一段段切开与公众分枪 动作惊悚片特级玩家当属本周的票房黑马 刚刚上映便以2850万美元的亮眼成绩 中上排行榜榜首 1999年的科幻电影《星际大战》首部曲威胁潜伏 在首映25周年纪念日之际重返大荧幕 表现不俗 以808万美元的成绩稳居周末票房第二 线旗大战自1977年期陆续诞生多部系列软片 之后票房总绩高达100多亿美元 慢慢变动剧情片《挑战者》本周向华之第三位 周末票房764万美元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